大家好 今天呢要幫大家體驗騎乘的呢 就是我眼前這一台顏色非常特別漂亮的 CB60R 2021年式 那麼有關於這台車的一個介紹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我的搶先預賞影片 當時呢我所看到的車子啊 它並不是這個顏色的 那麼這一次看到這個水泥灰的配飾啊 我覺得這顏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特別 在陽光之下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陽光曬的地方跟這個陰影的地方 其實所呈現出來的色澤是有那麼一點點不一樣的 這個顏色其實不大會形容 但是我覺得這顏色很特別而且也很漂亮 那麼比較特別就是在之前的CB60R 它的每個顏色的差異啊都只有在油箱上面而已 這一次比較有誠意一點了 除了油箱之外呢 連土廚都可以做一個銅色處理 讓你呢從土廚從油箱就可以看到 這是什麼顏色的車子 好那除此之外呢 車子的把手高度其實也有做了一點調整 那麼把手形狀也有做一點點不一樣的調整 那細部上呢騎乘起來到底差異在哪邊呢 等一下我們就馬上來上路體驗騎乘 在這邊跟大家講一個小秘密啊 其實當時我騎乘過後 我自己私心啊是比較喜歡CB的這個整個 騎乘調性跟騎乘感受 因此呢我也很期待這一次CB60R 能帶給我什麼樣的一個小改款的精進跟感受幅度了 好那現在呢我們就上路吧 那麼上路之後呢 因為CB啊它是一個街車的造型 所以它沒有一個整流罩的保護 或是整流罩的一個擋風效果 因此呢在騎乘上 你更可以感受到吹著風騎車多風的這種享受 那麼在騎乘上來呢 我是覺得這一代CB還是保有 在小改款之前一樣的調性 就是騎乘下很輕鬆 透過它這個把手高度的一個設定呢 我覺得它的整個騎乘姿勢 不像小改版前來的這麼樣的前趴 那我是覺得呢 這一代的這個騎乘感受啊 我是覺得高度上我比較喜歡 可是呢把手的感覺啊 它這把手有一個比較斜的一個感受 這好像跟上一代也有點不大一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太久沒有騎了 那麼有CB的朋友們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OK那我們一樣來這邊做個掉頭 一樣超好掉頭的這個高把 在這邊轉搭起來就是輕鬆 除此之外呢 CB也跟CBR650R在2021的小改版一樣 換上了SHORE的SFFBP等級的一個倒叉組 騎乘上的路感呢 確實也跟CBR650R一樣變得比較扎實 可是呢我覺得因為它這個把手跟這個前叉 還有它這整個騎乘姿勢設定的關係呢 你騎乘CB它這前叉進步的感受上 會比CBR還要來的明顯 也就是說你騎乘CBR的時候呢 它這個前叉的改變啊 你只是會覺得它變得比較扎實一點 可是如果你今天來騎CB的話呢 你會覺得它這個前叉的路感強化呢 是比較有感一點的 它除了變扎實之外呢 它在整個彈回來的這個感覺上啊 也跟CBR有所不同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車頭的重量也有差異的關係 還是這整個騎乘姿勢改變的關係 所以說我覺得前叉的這個改變幅度 在CB上面啊會比CBR來的明顯 那麼我們來試一下它的整個動力 走 我不知道是為什麼這台車的整個動力感受啊 它的回壓當然還是有 可是它的油門順暢性沒有像CBR來的這麼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台車因為很新 它還沒完全磨合的關係 還是說這台車 它可能要進行一些校正 但是以這台試乘車來講 我覺得它的整個 油門的反應沒有像CBR這麼的好 而且這都只是在中低轉速 照理來講啊 以我自己過去騎乘2019年CBR的經驗 中低轉速應該是CBR正好騎的時候 不該是這樣子的一個油門感受 等一下回去我會跟我的業務阿吉提一下 讓他們去請計時檢查 但是以我自己目前騎乘起來的感受呢 我覺得這台車啊 它的這整個油門的感覺有點怪怪的 好那除此之外呢 這台CB60呢 最讓我欣賞就是這個顏色 這顏色真的好漂亮喔 好特別的一個水泥灰 然後呢 這整個騎乘姿勢也是我相當喜歡的 私心來講啊 我真的是比較喜歡CBR 因為呢 你沒有整流罩保護 所以說你在這樣前趴加速前進的時候呢 這個風呢 直接打在你的上半身 這樣子的一個互動感 會更加強烈 這也是我比較喜歡這種街車 或是比較 姿勢比較挺的這種 街跑車或是旅跑車的原因 因為你騎乘這種車啊 在市區我們一般的騎乘 使用環境來說呢 以我自己而言 我是喜歡騎乘 市區郊區高架 那麼 建計畫的騎乘 或是山道的騎乘呢 並不是我的一個主要用途 所以說 春中仿賽車 它的整個騎乘調性 跟它的整個騎乘 喔唷喔唷喔唷 幹嘛切西瓜啊 哇靠 想買當我啊 所以以我自己而言呢 騎乘這種街車或是街跑車啊 會比純種仿賽車還要來的適合我 因為我的用途呢 就是在這邊 那這也是我之前常在影片裡面跟大家提到的啊 車子沒有絕對的好跟絕對的不好 你只要挑到一台適合你自己的車子呢 那就好了 好現在做個加速 GO 好75P在6000轉7000轉過後呢 哇又一個騎行走 還是有一個被悶住的感覺 這個可能就是要解封印之後 才會獲得改善了 那整體來講呢 這一次的CBR 讓我騎了之後還是覺得這真是一台好車 那麼在小改版之後 真的比較大的騎乘回饋感受差異啊 還是在於它的整個前懸吊 尤其在CBR上面 它的整個前叉的反應啊 更加的結實 然後呢它整個硬度的表現 你在騎乘上面會覺得它比CBR的進步來的有感跟明顯 那麼等一下呢 我們一樣上路去外面騎乘一下 好沒車 GO 喔好車子好像比較順了 剛那油門溫溫順順或是不順的這種感覺呢 好像有點消失 是因為車子熱的關係嗎 嗯好車子順了 應該是剛剛車子還沒完全的熱開 雖然水溫表的溫度已經到了 但是車子還沒完全的熱 因為這車呢 是剛剛從展示間裡面牽出來讓我體驗的 CB跟CBR系列的熱賣呢 讓他們現在HONDA自己的展示間裡面啊 只要有車都是趕快交給準車主們 HONDA他們其實已經 親全力在幫大家消化訂單了 所以說他們的試乘車啊 平常如果沒有人預約體驗的話 都是直接放在展示間裡面當展示車的 畢竟他們連展示車呢 都沒有留 全部的新車到港到櫃之後呢 全部都是交給準車主們 所以說如果你是在等待的車主們啊 可以再多點耐心 車子是值得等待的 我真的還是比較喜歡CB騎起來的一個感覺 這車真的很值得大家來做一個等待 不管是CB還是CBR 那以CBR來講呢 我是他的一個兩年的車主 那以CB來講呢 它是我自己私心很喜歡的一台車 所以說不管你的選擇是CB還是CBR 我覺得這兩台車呢 等待三個月這個期間啊 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那麼大家也不要再去斟酌 這台車怎麼樣啊 規格怎麼樣之類的 騎身起來的感受呢 才是最準確的 如果說對這兩台車有興趣啊 我建議大家都可以來試乘看看 這個聲浪 因為呢CB他的引擎啊 沒有整流罩的一個外殼阻擋 所以說你在騎乘的時候 你的耳朵聽到的這個引擎聲啊 會比CBR來的明顯 排氣聲浪雖然都差不多 都是一樣小小聲的 但是呢 他這個引擎的運轉聲音啊 你在CB上面騎乘起來 你聽是比較明顯 比較享受的 你可以隨時隨地在低轉速的時候 享受這個引擎運轉的聲音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 這車真的是相當不錯 雖然說小改版的幅度啊 真的不大 可是呢 原本就已經很好的東西啊 確實是沒有必要為了改而改 把它改得更爛對吧 哈哈哈哈哈哈 這台車沒有裝快排 剛剛是我在做一個 無離合的進檔 一樣呢 可以想到這台車非常棒的一個換檔反應 哈哈哈哈 我真的是比較喜歡CB的一個騎乘感受 CB的這整個人車互動感啊 跟這整個駕駛人的回饋感受啊 你會比較強烈一點 然後呢 你會覺得這台車騎乘起來真的就是好騎 它不是快 但是它就是很好騎 而且呢 它可以帶給你那一種 人車互動的享受跟感受 好了那在騎乘完這一次 小改版的2021年CB60啊之後呢 我覺得 它還是一樣的很好騎 而且呢 它還是一樣讓我騎過之後非常的愛 那麼這台車呢 如果說你是準車主的話 那非常恭喜你 訂到了一台非常好騎的車子 那如果說你是車主的話 那更恭喜你 你應該享受這台車它的整個美好了 那以我自己而言呢 我身邊啊 有一個朋友也被我推坑成功 下了CB60R的坑 以這台車來講啊 我真的覺得在整個騎乘上面 雖然說它跑高價會比較辛苦一點 雖然說它在長途旅行的時候 它沒有風鏡擋風 可能你的上半身撞風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呢 騎街車就是要這種感覺 你就是要比較多的撞風 比較多的這種人車互動 或是說聽到比較多的引擎聲 它沒有整流罩的保護 然後呢 也沒有一個整流罩在旁邊 幫你引擎聲擋的比較悶一點 所以說你在騎乘的時候呢 你其實就可以慢慢的騎 然後享受這台車 它帶給你的這個騎乘姿勢啊 跟它整個引擎聲的回饋 騎乘起來是非常輕鬆 而且是非常好騎 沒有壓力 雖然說 它跟CBR60R呢 是一個兄弟車款的存在 但是呢 兩者騎乘起來啊 它整個輕鬆度來講 CB會好非常的多 雖然在高架上面 沒有風鏡 會是很多車主考量的一個重點 但是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的使用需求在哪邊 如果說你80%都是在郊區 旅遊 或是說在市區騎乘的話 那麼我會大力推薦你買CB 因為呢 CBR它的騎乘姿勢相對來講 還是比較趴的 然後呢 它的整個引擎的調性啊 電腦的map還是會有一點點的差異 街車跟跑車版呢 它的整個電腦的曲線 還是會有一點點不同 它的電腦料也是不一樣的 因此呢 如果說你還在掙扎 到底要哪一個的話 我個人私心啊 是會比較推薦CB60啊 因為呢 在市區的騎乘 或是說在郊區前 它是比較輕鬆 而且它的人機的互動感受是比較多的 那麼在這一次的小改版上面呢 CB60啊 它的整個前叉的改變呢 也比較明顯一點點 你在騎乘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 CB它的整個前叉的強化感覺啊 比CBR來的強烈 因為呢 我剛剛才騎過CBR 所以我現在換台CB 這樣的感受差異會比較多一點點 尤其是你在過坑的時候啊 雖然都是扎實的感覺 但是 CBR會多一點層的時候 那種感覺 CB呢 你過去感覺比較硬朗一點點 那我不知道呢 它這整個設定 是有所差異呢 還是說 它是因為它把手騎乘姿勢的關係 但是 我個人目前是比較偏向騎乘姿勢造成的差異 它就是車頭重量差異 畢竟 CBR它在車頭的重量啊 是比CB多一點點的 好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 CB65娘的體驗騎乘分享了 這台車 真的非常的香 那麼 我還是很喜歡這台車 雖然說我是CBR的車主 但是我私心呢 還是比較喜歡CB一點點 OK 那這次的體驗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這是一台好車